王大志在娱乐圈一直是个奇葩的存在 样子看着并不帅 有网友评论 他是丑得360度无死角 虽然说法有些夸张 但丑确实是事实 不过这样的外表并没能阻止他追求美女 其中最为惊天动地的就是插足董洁的婚姻 当年董洁与潘月明结婚可谓是狼才女貌 婚后又生了儿子鼎鼎 然而在2012年董洁发微博承认与潘月明离婚 而离婚的理由是潘月明滥赌 一夜之间潘月明成为渣男的代名词 从此脸开始互思 不过随着两个人离婚事件不断升温 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居然爆出一个惊天秘密 就是董洁出轨王大志 这让网友大跌眼镜 纷纷称董洁怎么会喜欢上他 其实两个人早在2011年拍摄 请你原谅我时就已经相识 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到了一起 两人在董洁离婚期间 不止一次被媒体拍到私会 同游海南被拍在酒店拥吻 进一步坐视两人的恋情 这让很多网友开始同情潘月明 这么帅居然敌不过王大志 然而就在董洁与王大志恋情不断曝光下 王大志也被发出了更多黑料 其中一个便是王大志 其实有个前妻 这个前妻叫戴璐 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还是文艺青年 两个人在2010年结婚 而婚后不久 两个人就匆匆离婚 王大志与董洁恋情曝光后 董洁婚姻破裂 事业停滞不前 反观王大志又交了新女友 有网友在机场拍到王大志 与新女友一路有说有笑 而且这个女孩身材高挑 肤白貌美 不得不说王大志的福气真好 甚至有网友称其女友向全智贤 比总结还要美 王大志虽然外形丑 不过的确是个人才 演技非常不错 自己还能写歌 还当编剧 正实在那句话 上帝给你关了一个门 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有才华的王大志敢想敢做 看到美女敢追 或许才是她能收获美女方心的秘密吧